在位我们请郑天才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委员 教育部的各位官员 有请陈次长 有请次长 时间暂停一下 主席先宣布一下 告知委员会 我们待会儿请郑天才委员 陈淑卫委员咨询完之后 我们休息五分钟 现在时间开始 陈次请 社长 对不起 政委员您早 市长好 今天要审查的 各级学校辅助学生 就学切勿条例的草案 当然这个用意良好 谢谢 有几个条文 跟教育部这边来讨论 也请相关的部门 法治单位 先研究一下 第一条 这个为辅助经济弱势学生就学 保障监管人潜意 这个 我从第一条看到最后一条 好像针对保障监管人潜意 这个部分 不是那么的有 是不是要用这个潜意 我认为可以修正 也许是监管人的目的还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叫潜意 这个请你们再研究一下 是 这个第二个部分 这个第九条 第九条的第二项 特别提到 前项指定对象 于该教育阶段毕业后 严监管人有胜意者 学校应报学校主管机关 合准后 依本条例锁定辅助经济弱势 学生之目的 补助其他学生 对 这个当然是这个会有这种的情况 但是 有另外一种 非常有的一个情况就是 这个学生呢 当初监管人监管的目的 叫监管 指定对象 他指定对象的时候 也许他是一年级 也许已经是三年级 比如说高中 或是国中 那后来他 升血 对 升血 他的这个补助的 目的 监管了 监住的目的 然后他学生的需求 实际上还没结束 他也毕业了 毕业了 然后升血 或者是他转血 这个从这个学校 转血到另外一个学校 这个部分是不是 也能够考量 就不要说 你就留在这个学校 这不对啊 原来他监管的目的是 今天给这个学生 他既然已经指定对象了 而且是指定他有这个需要 他毕业了 或是撑血了 或是转血了 这个是不是 也能够 能够跟着这个学生的 学校 能够移转过去 这个部分呢 这个请教育部 是不是可以考量 可以 有关衔接的 这个可以做流动的管理 对 所以这个条文的 这个设计 是不是能够 针对 这个请教育部 另外就是 有一个 如果从现况 这个 教育除夕部 不是 不是现在才开始吗 97年就开始了 97年就开始了 如果从现况来看 必须要考量的一些 教育部 或者是县市政府 要必须针对 有一些学校的 借募的能力 不是那么的好 没有从你们的网站看 有的已经一年了 放在你们网站 一年了 还是零了 或是半年 半年以上的 还是零 有很好的 对 所以这些对于这些 切募能力 较差的 或是他不知道怎么去 也许是比较偏远 根本 这个 一般 一般来讲 是不是都会看你的网站 我也不认为 所以教育部 他既然 送到教育部 然后里面也把它放在网站里面 怎么样能够有比较积极的 作为 县市政府或是教育部 怎么样能够比较积极的作为 能够主动转 转借给相关的 这些财团法 或是慈善团体 他们也都很愿意去做这方面的 所以这部分是不是 在做法上 也许不是 也许不是条文 但是条文也许也是可以列 这个让比较能够 主管机关 也许是教育部 也许是地方政府 在劝募的策略了 我们可以定期的 必要的时候 来进行有关的座谈 或者研洗 因为你说 从你们的网站看 也都将近一年了 或者是说已经半年以上了 都还是零了 大小部分的学校 所以这个部分 请教育部能够以考量 感谢委员的指教 接下来这个法案之外的 但是也是跟经济弱势 也有关系的 这个我们 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 这个有特别规定 这个第十九条 就是针对各级政府 对原住民学生 就读专科以上的学校 应减免其学杂费 这样的一个规定 当然这个教育部 根据这个 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十九条 也定了一个原住民学生 就读国立及私立专科以上学校 学杂费减免办法 是的 在这个第五条里面 特别有做了 不同的气氛 像私立学校 私立的专科以上的学校 他们在减免之后 他会向教育部 来请拨补助的经费 这个国立学校的部分 就没有向教育部 请拨经费的规定 也就是要要求 由教育部 由这个各公立学校 提拨一定比例 由各国立学校自行吸收 对提拨一定比例 不是 国立学校 按照这个第五条 这个学杂费减免办法的第五条 国立学校是由各校 已注册时 进以减免 减免之后 你们没有规定 是要不要跟教育部 按照目前的做法 按照目前的规定 就是由各国立学校 自行吸收这些钱 这个当初的 这个有什么样的考量 为什么会跟 私立学校的不同 因为各国立学校 都设有校务基金 而校务基金 对于原住民学生 如果有符合条件的 都会给予 非常完善的 或者权力的一个协助 所以在校务基金来 来负担 这个校务基金 这个教育部 怎么样 有没有博补 有没有补助 这个校务基金 各国立学校 有 有 教育部有一定比例的一个分摊 这个比例里面 这个所补助的经费里面 你们有没有 设一些 是用在一些用途 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高教师 马副司长 好副司长 报告 国立大学的部分 部里面对于大学的一个补助是 校务基金每年会提拨一定的比例大概 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左右 那至于整个校务基金的用途 当然会分几块 是针对于学校的行政以及学生的就学的辅助 那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私立的部分是由部里面另外拨给学校 国立大学原则上就从校务基金里面来支应 那其实刚刚委员有提到说 如果是从校务基金里面支应的话 是不是会有无法处理的一个部分 现阶段为止 国立大学它有这个责任跟义务 只是有一些大学有提出说针对由国立大学的校务基金去支应的部分 他们希望能够再给予一些经费上支援一个弹性 以上补充谢谢 请问这个哪些大学国立大学认为说从校务基金 然后产生让它产生了一些困难 有没有所知道的哪些学校 台东大学跟委员报告台东大学 还有呢 平教大 你那个靠近一点多讲几个 抱歉 屏东教育大学 还有呢 就这几个原住民学校比较多的 对原住民学生多的了 对 这个你少少讲了国立东华大学 对对对东华大学 国立东华大学台东大学 屏东教育大学 对 这些所以你们在给它的校务基金的时候 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理 怎么样能个 校务基金那个补助部里面会计处有一个补助的计算模式 那刚刚也跟委员补充就说针对于这些原住民大学比较原住民学生比较多的大学 我们针对于一些基效型的补助我们额外再补贴给学校因为它是属于类似这样情况的大学 像刚提到的东华跟台东大学我们每年基效型的补助会从这个地方去播补进去 那个社长 这是一个问题啊 这个上次教育部部长啊 去国立东华大学的时候 事实上校长有提到 但是没有人跟他说明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把他当成是一个问题 他一直把他当成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们要去说明 是不是在校务基金里面有另外的机制去处理 因为在整个校务会议的时候啊 这个负责原住民这个七块的这些主管啊 每次被他念啊 别的学校也有这种状况啊 很像这个遭受那么多的原住民学生 因为那个地方花莲台东本来就是原住民学生比例 比较高的地方嘛 当然就会就近来来来来就读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 也许校务基金里给他多一点 按照他的学生的一个原住民学生 他既然这么多嘛 能够做一些弹性的一个处理 免得成为他的 他认为是负担啊 认为原住民学生是他的负担 这也很严重啊 这个不太正确的想法 对 而且他到处讲啊 有国外来的那个教授 他也讲这个 这不对啊 那我们也会 会尽快的来对这三所大专校院 就相关的 经费的一个 分摊的做法 让他了解 那个教育部要很 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 为什么 未来 考试进去的学生会越来越少 不管 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嘛 面试的时候 说一看原住民学生会增加我的负担 那我就 这个分数就少一点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 说不定已经有这种情况 我们不知道而已啦 因为面试我们不知道他怎么 起财啊 各个 这三所学校以外的 恐怕也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部分呢 要特别的去考量 让校务基金怎么去妥善的应用 让他们认为说 我愿意多招收原住民的学生 这个部分请教育部积极的来处理 好 我们会继续来处理 好 谢谢